因为相比起 CX-5 那路感稍微明显的底盘表现 这一个 CX-8 坐在后座 我是觉得它在过滤碎震方面 还有那种 行径那种不平坦的路面上 它整个是 filter 到很好的 我国市场的 SUV 车型虽然众多 但是能够载着 7 个人的全尺寸 SUV 就不多了 Mazda Malaysia 在不久前就推出了一款 全新的全尺寸 7 人座高端 SUV 它就是 Mazda CX-8 CX-8 是一款全新的 SUV 车型 它是介于 Mazda CX-5 以及 Mazda 本身的旗舰 SUV CX-9 之间的一个车型 它的轴距达到了 2930mm 这是和 CX-9 一样的 没有错 它其实是基于 CX-9 的底盘打造而成 但是在车宽的部分 它又反而和 CX-5 很接近 所以严格上来说 其实它的身型是小过 CX-9 一号的 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 CX-8 它的整个前脸造型 其实是和 CX-5 如出一辙的 但是它的这个大型的六角形水象护罩里面的这个隔山设计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横条式的设计 相比起 CX-5 的动感 它这样的一个设计反而多了一时成熟 那在配置部分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台顶级版车型 它的这个LED大灯是备有主动式调整功能的 虽然说车头和车车的部分都长得很像 CX-5 但是来到车尾 这个 CX-8 反而就长得和大哥 CX-9 有点相似了 其中我个人相当喜欢的是这个镀铬四条的设计 它让这一台车看起来多了一丝优雅的气息 但是在下方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双边单出排气围观的造型 符合了 Mazda 一向来很喜欢强调的一个运动风格 在尾灯组部分 它其实和其他的SUV车型一样都是采用一个 立体式的设计 而这也是 Mazda 近期的一个家族式设计风格 这台顶配车型 它拥有一个SUV必备的功能 那就是电动尾门 打开尾门我们可以看到 CX-8 的尾向容量 它达到了209公升 将第三排的座椅折下过后 总容量则达到了742公升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顶级版为柴油车型 它搭载的是一具熟悉的2.2L Skyactiv-D 柴油无论载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188hp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高达450Nm 除此之外 这个顶级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汽油车型 它搭载的是2.5L Skyactiv-G 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192hp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为258Nm 这两个版本它们搭配的都是同一具6速的 Skyactiv-Drive 自排变速箱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个柴油版本它其实是备有全驱系统的 在内装部分 原厂很巧妙的将 CX-5 的整个仪表板设计 搬到了 CX-8 身上 大大减低了开发成本 那 CX-5 这个仪表板本来无论是在视觉还是触觉上的质感都已经相当出色了 也符合 CX-8 的这个高端形象 但是我唯一不喜欢的是 这一个悬浮式的 主机屏幕 如果尺寸可以再大一点就好 因为现在这个尺寸在这台车身上看起来有点小价值器 至于在植物隔方面呢 前半部也是和 CX-5 一样 但是后半部呢 这个 CX-8 是显得更加精致的 那我个人喜欢 CX-8 的一个设计 是它的这个植物隔的 扶手向上的这个盖呢 是两边的打开方式 所以你的副驾驶 所放在这边 你要打开这个植物箱也不会顶到它的手 再来配备 Vupen 其实这个顶配版的 CX-8 算是相当的丰富啦 那我现在坐在驾驶座 我可以看到的配备就有这个彩色的抬头显示器 还有这个支援 Apple Cafe 以及 Android Auto 的 MZ-D Connect 主机 而且它内建导航系统哦 然后这个座椅呢也是支援电动调整功能的 另外 它还有这个山区的恒温空调系统 就是包括后面也是一个独立式的调整功能 除此之外 这台顶级版车型它还搭载了 Active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了像是车侧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侦 自动紧急刹车以及车道维持辅助等等的功能 但是它还是缺乏了 MRCC 雷达主动式定速巡航 前座的空间表现部分对我而言其实是OK的 加上这个椅子它的支撑性也是做得很好 但是因为我的体型比较小我觉得身形比较大的人 可能坐在这个 CX8 的前座 就会觉得有点局促了 因为 CX8 的这些内装设计 让这台车的那个 前座的空间感稍微降低了一些 相比起前座 我反而更加喜欢 CX8 的后座 这个顶背板车型它采用的是一个 1加1的独立式座椅设计 中间还多了这个 非常精致的植物格 这个座椅它可以前后滑椅长达一个 12cm 范围非常的广 然后椅背也是可以进行调整 它采用的是 Nappa 的高级体格 质地摸起来非常柔软 但是支撑性有十足 我觉得长途坐下去应该会非常的舒服 另外我还是很喜欢的是 CX8 它这个 后座的独立式横温空调系统 你可以调整风量你也可以调整温度 这个植物格非常的深 然后这里还有杯架 同时这个座椅还具有电动加热的功能 整个感觉是非常的商务味道的 CX8 的后门开启角度非常的大 达到了一个接近90度的角度 非常方便后座乘客上下车 那我现在就示范如何上去第3排的座位 相当的方便 在第3排座椅的表现空间部分 CX8 以这个车型来说算是相当的充裕了 我的身高 168 我现在坐在第3排的座椅 我并不会觉得太过局促 头部的空间还有稍微一点空间 也不会说很顶头 至于腿部空间还有一个 一个拳头的位置 座椅的支撑性也做到相当的好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头枕的设计 因为它 可以很好的支撑到我的头部 以及我的颈部 但是在椅垫的部分呢 它就可能稍微支撑性有点不足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腿部呢 其实是和这个椅垫 空间是稍微有点大的 我觉得如果长途坐下来 你的脚可能就会 不太舒服 所以我们现在就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试驾体验 CX8 它的车重相比起 CX5 是多了接近一个200公斤 然后加上它的轴距和车长是长了许多 也因此在体态上 它并没有 CX5 那般的直接灵敏 加上它的这个悬吊设定是 刻意靠向舒适性靠拢 所以它的这个悬吊是有点偏软的 这样的一个设定呢 反而让我觉得 它有另外一种味道 因为它尤其是在高速巡航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台车 开起来很舒服很邪意 然后在过滤税震方面呢 好像我现在在行经这种不平坦的路啊 它是做到恰到好处的 包括我过这个盾 你会觉得这个悬吊偏软 但是 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相比起 CX5 那个比较稍微路感 比较明显的 比较运动化的一个设定 这个 CX8 就是真的是 给你一种很cruiser的感觉 很舒服 然后 真的很写意 我反而觉得这样的设定 很适合 CX8 这一台 定位在 Familius 又或者是比较商务用途的这个 高端修旅车 但是在操控表现上我觉得 并没有影响太多 因为它的这个方向盘指向 依旧是和 CX5 一样 很精准很直接 我转多少它就给多少 加上这一台 CX8 柴油版它是有 全驱系统的 所以整体的这个 循迹性 它的那个动态表现 我觉得以同级来说 CX8 还是有 还是比较优秀的那一个的 Mazda 真的是有在 NVH 方面下很多功夫 我现在开着这台车 一个时速80公里这样 在路上行走 我几乎听不到 这一台 Sky Active D 采用引擎 那个塔塔塔塔的声音 传进车厢 几乎没有 然后风切声 路噪声也是 隔绝到很好 加上它的这个震动抑制 也是做到非常的出色 如果不说的话我相信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我在开着一台 拆油车 而且在视觉上它的这个内装 整体很精致很细腻的处理 你会有一种觉得你在开着一个 高端品牌的车子的感觉 在这方面我觉得 Mazda 它的整个 感觉 是绝对是超越 普通的日系品牌了 甚至我觉得有一些 欧系的普通品牌 可能都比不上它 我所开的这台CX8 柴油版它搭载的是熟悉的 2.2L Sky Active D 柴油握着这辆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为 188hp 峰值扭力则是 450Nm 搭配的是6速的Sky Active Drive 自排变速箱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 这一个动力表现 在这台车身上 会不会不够用 因为它是一台 全尺寸的7人车 车重又多了200多公斤 比起CX5啦 其实我这几天试驾这台车 尤其是昨天我还载着一家人 出门 车上有5名成人 对我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因为这具柴油引擎 虽然它的起步表现 相比起 汽油的Sky Active G 它 比较不够轻快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扭力 在2000转 它就介入了 450Nm的这个扭力啊 2000转它就kick in了 所以整个加速表现其实是很平顺 很充沛的感觉的 不过这6数字排 相比起我之前开过的汽油版Sky Active 它的这个表现就稍微比较不够积极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啦 因为虽然这台车它并没有pedal shift 可是你在需要更多的动力的时候 你只要把这个排档杆打去M 然后好像我现在要超车的话 我只要自行降档 那个动力就会绵绵不绝的过来了 我觉得这方面不是一个问题啦 而且这个踩油版本的动力组合 在这一台车身上我觉得它 反而是更加恰到好处的 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 加速表现是比较现行 比较柔顺的 你在踩大油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稍微一点点的贴背感 但是整个感觉是处理到比较细腻的 这也反而更加适合CS8这台车 因为其实这台车它就是一台 真正的一个family car 又或者是可能 公司拿来用作商务用途的 载客车 你载着贵宾 你也不会希望 他一直会感觉到那种 很暴力的顿挫感对不对 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比较柔顺的这个 加速表现 对我来说是很适合 CX8这台车的 我最近载着我二家的出门其实已经是接近 Fully Load的 它并没有那种 拖泥带水或者是拉牛上速的感觉 完全没有 因为它的这个450Nm的Torque其实我觉得 你就算是完全Fully Load 载着一家大小你再满行李都好 我觉得要拉动这台车其实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台车也才 不到两吨 这一具才有引擎的爆发力其实是有的 尤其是在高速的时候我是觉得 那个动力真的是绵绵不绝 不断来的感觉 普通 高速巡航绝对不是问题 你甚至会觉得 很舒服 因为我开着一个110公里 它的那个转速才2000多 2000出 长期这样巡航之下呢我觉得 除了很血液以外 在油耗表现方面应该也是会很出色 那是因为我开了这一台试驾车呢 是新车来的 我拿车的时候它的这个 里速就有30多公里 那我从KL一路开回来JB 现在的里速已经是600多公里了 但是 都还是算是一台还没有run in 的新车 所以油耗表现方面呢 我加上我没有很 斯文的开这台车 我现在查看这个油耗 嗯 我这几天拿到的这个油耗 成绩是大概在 11.5公里本L左右 以一台 车重大约在1800公斤左右 我不大记得了 在1800公斤左右 然后又有全驱系统的 7人车 来说我是觉得 OK啦 因为 这台车还没有run in 我相信在run in 过后呢 应该15-16公里 perlitter 不是问题 而且还要是在比较不斯文的开发之下 如果你真的是 乖乖的一直 在一个110公里 这样定速巡航 2000多转 我相信 搞不好17-18公里 perlitter 都能达成 我刚才在试驾的时候有说到 CX8的这个悬吊设定是偏软的 那这个设定来到后座表现 它的优势就完全展现了出来 因为相比起 CX5那 路感稍微明显的底盘表现 这一个 CX8呢 坐在后座 我是觉得它的 它在过滤碎震方面 还有那种 嗯 过行经那种不平坦的路面上 它整个 filter是filter到很好的 会让后座乘客觉得这台车坐得很舒服 在舒适性方面 我是觉得它比 CX5还要更加好的 加上它在NVH的表现上 它的隔音 还有它的这个震动抑制方面 都做到相当的出色 我现在坐在后座 我其实 刚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我基本上听不太到 呃 传进来的风切声 唯一有的 只有那一丁点的 路噪声 整个感觉是很 P面的感觉也很符合原厂要将 CX8打造成高端SUV的这个定位 那在乘坐表现部分呢 其实CX8并没有因为它这个过软的悬吊 而牺牲掉太多的那个平稳性 刚才我们有 经过一些大弯 然后在市区驾驶 其实整台车的那个侧倾 坐在后座其实这个侧倾 感觉是不明显的 也有可能是因为 Mazda有导入这个GVC 技术的关系 尤其是在 过那种高速公路的弯的时候 我的这个身体的body roll 其实并不会太明显 这个表现我觉得以 这一个极具的 全尺寸SUV来说 CX8它的表现是相当的 可圈可点的 然后这个顶配版车型 它所采用的这个 NAPA 类的皮革座椅 摸起来质地是很柔软 你会一开始会觉得 哇这个有点像沙发的感觉 但是其实它的设计还是 比较偏向O.C 就是那种稍微比较硬的一个 cushion 的设计 它并没有为了照顾那个 柔软 那种沙发的感觉 而牺牲掉这个支撑性 加上这个顶配版车型 在后座的设计上 还有这个boss seat 然后有这个 很漂亮的植物格 整个范围加上整体的这个 乘坐表现 还有NVH 表现 会让我觉得 我觉得这台车其实相当的豪华 假如你这是一位老板的话 我觉得你 载着家人 你的家人坐在后座 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 很舒服 那如果你刚好有司机的话 你要坐在后座 和另外一位老板 谈生意的话 我觉得CX8后座的这个氛围啊 也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的 以往在这个价位 你要寻找一台豪华的7人车 你的选择只有Vio Fire 和Alfred 那今天就多了 CX8这个选择 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至于要选择MPV还是SUV 这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今天这个测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对CX8的看法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感谢观看